记者10月10日从云南同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获悉 科考人员近日在对该自然保护区做深格科研时 意外在保护区瑞丽片区观测到99只犀鸟集群的现象 在随后几天的连续观察下 保护区工作人员和德宏自然生态保护志愿者 拍摄到了超过100只犀鸟在该区域活动的影像 我看到犀鸟应该是分散在森林里的各个觅食点进行觅食 然后再分期分批飞到我身后的这座山上的几棵树上面去集结 然后再统一地飞向他们的栖息地 这次就是拍摄到了他们集体飞向他们栖息地的这个画面 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非常的幸运 专家介绍 犀鸟是典型的热带森林鸟类 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 中国的犀鸟大多生活在云南西部和南部以及广西南部 该种群是截至目前国内观测到的最大种群犀鸟集群 这些影像也是目前国内记录犀鸟数量最多的影像资料 此次观测拍摄到近百只犀鸟的影像资料是国内首次 同比光自然保护区已经建立三十多年 在三十多年的持续保护过程中 当中我们也对犀鸟进行了这个监测 这个犀鸟的数量是成逐年上升的趋势 从两三只四五只十多只此次接近百只 陈浩介绍 犀鸟集群是犀鸟在完成孵化幼鸟后的一种行为 它们会集群觅食 栖息 这次如此大规模的集群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护的效果和该种群数量的增加 及犀鸟对该区域环境的适应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